目前在国内的B级轿车市场 去除像特斯拉Model 3这样的纯电车 燃油和油电混动的轿车里卖的最好的就是凯美瑞 多年来凯美瑞在国内的地位极其稳固 销量长盛不衰非常的受欢迎 最近海外媒体放出了一组全新一代丰田凯美瑞的渲染图 据悉新车有望在2024年正式发布 看到新一代的丰田凯美瑞 就能发现它借鉴了很多新一代丰田皇冠的元素 虽然其前脸仍然沿用了现款的设计思路 可明显的双层搭配以及大灯组的造型 和新一代的丰田皇冠非常的像 而尾灯组的造型也借鉴了丰田皇冠跨界SUV版的尾灯风格 新一代的车型的外观具有非常强烈的运动气息 大量的亮黑色的装饰的使用 让新车变得很激进 而除了外观之外 动力方面或许也会有一些惊喜 现款的凯美瑞只有2.5的自吸和油电混动 据悉新车型大概率的会增加丰田最新的2.4T的发动机 该发动机已经在雷克萨斯等车型上使用了 功率198千瓦扭矩420牛米 但国内版本会不会配这套动力现在不清楚 假如你对新一代的凯美瑞有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发布的关于该车的新消息